空拍机起飞 陆下的画面都是干枯河床 这里是老农溪高雄的重要水源 但是久日不雨 被市长陈其迈发现 水怎么只流到高美大桥 赶紧出到空拍机 看看水路是否断流 那齐山溪最后又是会走到我们高平宴 空拍机沿着上游飞行一个小时观测发现 水流进入美农的农冠系统 流入美农溪 齐山溪最后流进高平宴 经过空拍来离境以后 整个水流的方向是正常没有问题 没有一样 抗旱期间必须确认高平溪的 任何一滴水都要流下来 不止高雄台中更是如此 目前德基水库有效蓄水率只剩2.8% 台中市正在积极拓展水源 景景抗旱景 那目前已经增加到88口景的部分 那在72处的建筑工地地下水的部分 目前每日的出水量可达到64万吨 然后接有这次取水法让民众来取用 预计5月底供水系统 每日可增加27.8万吨公共用水 开源之外还要节流 目前台中市一天的用水量 已由140万吨降到110万吨 只希望老天快点赏雨 度过这场干旱危机 欢迎新闻 红世成林维凯 黄明成 台中高雄报导